还要关心的是中信经今天开法说会 对于外界最关心的台售保并购案 中信经总经理吴依奎口气无奈 只说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如果没有办法在如期之间完成的话 那就我们也不强求 讲到并购台湾人寿 吴依奎口气中带着点无奈 虽然台湾人寿董事会已经将合并案 契约延长到6月30日 不过换股基准日 双方到目前还是没有共识 对并购案能不能顺利完成 吴依奎只能说尽力而为 因为换股基准日子 是双方都要同意在那天能够换股 简单的说我们会倾最大的努力来完成 或是当然会是需要双方一起配合 除了台湾人寿 中信经也即将在6月初 完成中金之新的并购案 另外还将在8月底 搬迁到新总部大楼 9月正式启用 对于原本的金控大楼该如何处理 不只外界关心 中信经也希望能尽快取得结果 希望是说就新舞台的这个处理的问题 能够早一点点得到一个协商的结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尽快的来出售这种大楼 除了家务事 中信经也针对国内景气做出评估 吴依奎认为 今年先进国家经济好转 加上年底即将来到的七合一选举 将会带动内需消费 台湾全年的GDP成长率 渴望上看3.3% 经济日报 萧博青台北报道